你怎麼回事? 你幹什麼? 是嗎? 細叔, 請請鐵手辭去神捕師一職 鐵手加入南天幫, 替南天幫出戰 你傻了嗎?你又不是南天幫的人 不用你當我出戰 細叔 夠了, 我的事與你無關 我的事與你無關 鐵手, 你認為想擂台 就能替南天幫擊敗鱗落石 鐵手自知之明, 但也想嘗嘗 身為神捕, 公私分明 細叔 我現在宣布, 比武時限已到 今天是三日期限最後一天 既然南天幫沒人出戰, 即是… 我還說的, 當讓南天幫出戰 爹 你擔心我了, 你知不知道我幾天有事 玉飛, 你不用擔心 你以為爹這麼容易有事嗎 參見王爺 保持, 冷血 你們安然無事回來就好了 雖然是找了很多人 但總算及時把他們帶回來 我們沒事 但我們一不在 你們這邊似乎出事 我都沒聽過這麼嚴重的說話 很懷念 我趕回來就這三十二場仇的人 我趕回來 最後一場比武 由南天幫隊大連盟 南可天, 你的命真是硬 炸藥也炸你不死 玉洛城, 身受狗狠 今天就在這個力道上才算 快點 好啊 好啊 炸藥, 炸藥, 炸藥 炸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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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藥 炸藥, 炸藥, 炸藥 爹 爹 幫住 爹… 你怎麼樣?爹 幫住 幫住 我看著敬物不斷 我不會, 爹 不要 不要, 爹 阿飛, 爹不行, 跌手 幫住 你跟我好像會要飛 爹 你放心, 我會 爹 不要, 爹 幫住, 爹 不要, 爹 不要, 爹 我還要飛, 爹 爹 爹, 爹 不要, 我還要飛 不要, 爹 奉天成雲, 皇帝照曰 朕德式大連盟盟主寧落石 武功蓋勢, 記押群雄 現次封為武林盟主 掌管一切江湖事務 其帕銀早日整頓江湖 安定天下, 以體浸心 因此 萬歲, 萬萬歲, 萬萬歲 恭喜靈盟主 至皇上 萬歲, 萬萬歲 萬萬歲… 范姑娘, 人死不能復生 你不要那麼傷心 爹, 他沒理由會輸的 他一直都佔上風 如果打下去 他一定會打下靈落石 你也看到的, 是不是? 我知道了 一定是靈落石 是他做了手腳暗示我爹 一定是… 爹, 我要跟他接槍 你不要那麼衝動 我都覺得南幫主他寫得很可愛 但是凡事說證據, 不可以亂來的 你甚麼都說證據 死的那個是我爹, 你走開 我相信南幫主臨終所退要照顧你 我不可以讓你有事的 我爹現在被人害死 我不可以甚麼都不做, 你明白嗎? 如果你真的對你爹的死亡懷疑 你讓我們去查吧 現在南幫主的屍首由神報師看管 不管, 如果靈落石真的做了手腳的話 世叔不會坐視不利的 其實當時我也發覺 南幫主和靈落石的最後一擊 南幫主的確是有意 靈落石才趁那個機會擊中他 世叔, 你也看得出他的問題 高手過招, 勝負往往在電光火石之間 就是那個時候, 靈落石是有機可靈的 那就是說 真是靈落石的雖然暗示我爹的 是, 話雖如此 但是我們無憑無居 實在做不到甚麼的 無情和桑姑娘已經去驗屍 希望可以找到線索 如果讓我證實到 真是靈落石的雖然害死我爹 南姑娘, 你放心 有證有據 我一定會稟告皇上依法辦理 好, 怎麼樣?有甚麼發現? 我已經仔細檢驗過南幫主的屍首 但是並沒有中毒的跡象 那我想起呢? 他身體上並沒有異樣的傷痕 致命的傷痕被擊中胸口 胸骨斷裂, 插傷內臟 經脈盡斷而死 照這樣說, 南波天的死並無可言 如今南波天已死 靈落石做了武林盟主 阻蔡經在背後興風作露 看你沒想到重此多事 孫大人, 陳大人 蔡經這個奸賊近日真是變本加厲 利用設置了的西城豁田所 大肆首豁民田 真是令民燃沸騰 所以我和陳大人決定聯名上就 彈劾蔡經 願請皇上廢除西城豁田所 好, 只要你們願意彈蔡經這個奸賊 孫某一定全力協助 重奔向皇上進言 各位 令小骨 陳大人 孫大人 我聽聞你們想上書彈劾蔡上爺 是又怎樣 是的話, 我勸你們多一事 不如少一事 朝廷之事, 無法管理你 朝廷之事, 我們當然管不了 但是江湖事, 我就可以管了 阿東 阿東 阿靖 靠福假摩 阿靖, 阿靖 靈駱石, 你好膽嗎 公然利用孫辰兩位大人的親人 要挾他們 不敢… 靈某只是想告訴兩位大人知道 江湖事, 江湖了 剛好兩位大人的貴親, 亦是武林中人 靈某現在是武林盟主 受皇上之命, 掌管天下武林 自然有資格, 你江湖上的事 但是他們有犯法嗎 舒大人, 江湖上的事 你比我這個武林盟主更清楚嗎 兩位大人, 你們說我說得對嗎 靈民主說得對 上書的事就似作霸 放上來 是 各位Youtube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Kelly 張希文 我是陳浩 我是袁威浩 我是何怡婷 馬上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收看TVB精選劇集精華 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 記得按讚和分享